高峰路的大车小车夹杂 这条路简直可以说是小港人的噩梦 经常会有车祸事故发生 而在地议员及里长都十分关心 因此规划从高峰高宫旁的这条小路 禁止延伸出去 为高峰路的机车组分流 希望说透过这个开路的方式 我们让机车组有多个选择 避开大车车流 让他们更安全的路可以来做行驶 然后也借驰来引导疏导掉高峰路的车流 到时候我们游这边上去这样子 然后会经过孔宅 到时候会分流到看你要去大辽 还是要去凤山 甚至是你要去市区 都可以坐在那边来做分流这样子 在高雄海运发展的同时 大车也随之增加 因此交通问题迫在眉睫 这条替高峰路分流的替代道路 位在孔宅里与高峰里之间 预计开拓八米宽的道路 让机车组方便通行 对啊 如果这条路开了过 这不太方便 要过桂枝也更方便 要过桂枝也更方便 这样不然这都差不多 已经封闭的箱子 不然通道就能够处理 当然比较里边 这样市面八达嘛 这样起来也比较顺 特别是感谢陈寅大陈寅员 来大力推动这件事情 那首先一开始是因为 我们现在开始属于道路型规划 就是说我们有几条做选择 对然后相对的有一些既有的道路 那是不是要做连接 然后在最后有那个什么 金发局这边或都发局这边 看说哪条东西预算最精简 然后我们就是说 路径也最短暂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减少 影响到这我们高松里的里面 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来走 那这部分目前由陈寅大陈寅在主导 然后看后续市府 会怎么再做因应 开闭道路十分的不容易 从规划送审 争取预算 甚至到土地征收 一步一步都很艰难 但里长认为至少目前先跨出了第一步 也希望市府单位能够予以协助 共同来疏解小港的交通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